字幕提供 我們今天在S90的發表會現場 我們這次的你提我問單元一樣 我們是請到TED來為我們做一些網友的詢問回答 那我們現在先請我們把題目拿過來 我們現在拿到的是第一個問題是 首波導入國內市場先行推出的是 T5跟D4的Momentum跟Inscription的車型 那後續是否還會再增加AWD 然後T6、T8的車型配置 然後台灣市場大概90的導入時機 這位網友是王俊森先生 可以獲得我們Momentum的一個小禮物 那就是我們剛剛提問問到的就是說 應該說正確來說是說在S90後續 會有哪一些車型的擴充 然後大概的時機點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V90的台灣發表時間 就是這個部分 OK 其實比較關心車團動向 應該從我們原廠所散布出來的消息 就知道我們SPA平台90車系 其實已經有很多車型露出了 那在台灣雖然我們現在 今天上市的S90跟我們之前發表過的XC90 未來陸陸續續還有V90跟V90 CC Cross-Foundry的車型都會導入 那這部分的話我們台灣的國際富豪 也會在這方面做很進一步的 深入的跟原廠接洽當中 那我們不會讓消費者失望 那就動力部分的引進的話 其實現行許多這個進口品牌 他們在新車型上市的時候 針對動力的配置上面 也是採取階段性的這個引進 那相信原廠各個市場也是差不多 是同樣這樣的節奏 所以我們第一次首批導入的動力 就是D4跟T5U 那剛提到的T6啦 甚至我們的Twin Engine T8啦 還有一些不一樣的 AWD這樣的車型設計 其實都還在Study當中 那未來都非常有機會 在台灣市場介紹給大家 明年上半年還是明年下半年 這樣比較快 方向上我們希望可以在 大概年中間的左右時間 可以把這些產品帶上來 那因為主要還有一個 我們不敢講得那麼明確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整個SPA平台 90車系在全球市場 非常的廣受好評 所以我們的產能 其實一直在被壓縮當中 對 所以我們也非常擔心說 因為沒有足夠的車員的話 我們不希望上市車子之後 消費者等太久 所以我們希望在跟原廠 產銷單位這部分的協調 那趕快把我們上市時程可以往前提 因為其實我們也聽到消費者的聲音 也聽到很多媒體朋友的聲音 就是我們後面的V90 V90 CC 其實大家都非常期待 我們本身也非常期待 所以你剛剛講的是T6 T8 然後那D5有嗎 D5也在考慮當中 對其實這些車型 90車系該有的這些動力 其實我們就在考慮當中 對 好啦應該算有回答 哈哈 回答一半 那四驅的車型 也會 也會 對對對 好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是 90稱為Vovo的旗艦轎車款 是 相比於競爭品牌包含的E-Class 對 對 然後像A6車系 甚至於一些Jaguar 然後他們這些 在Hawak集聚的一個市場上 你們覺得會有哪一些優勢 這位網友提問的網友是 林家瑋可以獲得一份小禮嗎 首先我必須說 這個市場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每當有全新世代產品出來的時候 其實各家產品會非常關注 到底有什麼樣的科技被突破 那我想 第一點至少在安全部分 Vovo一直是走在非常領先的這個階段 那也展現在我們這次 在S90產品配置上面 因為安全是不應該分區分任何等級的 我們相信所有消費者都應該要享受 同樣的安全的待遇 所以主被動安全科技 目前最新的 Vovo集團所有的主被動最新的安全科技 都是在S90上做標準的配備 那另外一個優勢 我想S90 藉由SPA平台的開發 我們可以把整個車身的比例 外觀的這個線條做得非常好的這個設計 那除了說非常經典的這個 雷神之錘的這個頭燈以外 車側的線條 車尾的線條都非常具有獨特性 辨識度都非常的高 那以車身尺碼來看的話 我們會是剛剛提到的 像E-Class或是5系列來講 我們是這些車擺在一起 我們是車子是最長的 那車身也是最寬 但車高是最低的 所以我們是最具有氣勢的這個中大型房車 所以甚至有些民眾或是媒體 第一眼看到都覺得它好像是 S-Class或短軸的騎系列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這就是 藉由SPA平台所發揮出來的一個好處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整個產品設計的這個 價格定位或是整個配備等級給予的方面 其實我們都是跨越不一樣的一個規格 舉例來講像動力部分的話 柴油我們提供的是190匹的Default 那其實190匹是目前市場上大概 跟大家自平起平做的 就是基本的190匹的柴油 就是大家都是這樣子 那汽油的部分呢 我們提供的就是直接跳到了254匹 所以可以知道比如像 賓士的E200它會在184匹這樣雷落 甚至在高一屆也不夠到211匹 所以要到254匹或250匹以上 都是他們中高屆以上的車款 那我們所提供的就是在這部分 都是做一個跨越規格的這個部分的提供 所以包含動力啦 安全配備啦 以及這些舒適性豪華的配備等等 都是做這個很跨等級的這個提供 所以整個結合我們提供這個 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這個價格定位 整體來說我們產品的競爭力是非常強的 對 好 那這個應該算有回答到啦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相信你們應該也挺難回答 因為我剛剛也有跟那個 原廠亞太區的那位偷偷詢問過 那這個好像是工程面向的部分 那這個還蠻多網友詢問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在VOLO在 我們剛剛有提到 VOLO在安全科技 有駕駛輔助的一些設計 那其實都非常的琢磨 對 那這也是VOLO還在市場上的一些優勢 對 但是問題出在於說 這一次為什麼 S90 它的安全氣囊 數目只有六個 那包含了 XC90 它是七個 就是包含了西部氣囊 那 S90 上面只有六個 就是少了西部氣囊 那這個的原因是什麼 這位網友是孫成龍 OK 我想原廠他們的產品開發團隊 一定經過準密而且精密的設計之後 才會做這樣子的設定 那就像剛剛提到 我們所有的主被動安全配備 其實都已經是最高等級的規格提供了 那在氣囊部分的話 它對於這樣的設定 車型的 車身的結構等等的 通盤的考量之後 它所提供的這樣的規格 我想是非常 應該有符合原廠他們做安全等級上面的要求 才會做這樣的設定 所以在90上面的話 確實是沒有看到我們的西部氣囊的提供 那這個我想都不會影響到整個車子的安全性 因為不管是車身的結構剛性 或者是正方提到的這些科技配備等等 我想都可以給消費者非常好的一個全方位的保護 所以氣囊這部分的話 並不是一個主要的這個影響 整體安全結構的一個重要點 特別是在西部的部分 我想這個原廠公司都有經過特別的考量 才會做這樣的決定 好 那問一個更簡單的問題 是 就是一樣是氣囊這個 那問一個更簡單的答案就是 所以這是原廠就沒有 國外歐洲也沒有 就是說台灣沒有 就是全球都沒有這樣 就我們所知的話 是90的這個C9的車型上面 它並沒有提供這樣吸不清 對 就C910上面上面 對 C910上面上面 那V 這個我們未來會讓大家知道 對 好 那就 我們就只好期待那個V V90 跟V9017明年都在台灣問題之後 可能會有比較更確切的答案 好 那我相信同時Ted應該也會 可以持續地去追尾延長的工程 為什麼去運 真的少一顆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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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